我廖春想能死在爱的人墙下 我这辈子活得直了 开枪 别动 你这个畜生 小心 闪开 这一切是我造成的 你要杀就杀我 闪开 枪是我开的 他要报仇 让他冲着我来 解决住我送一页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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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就要结婚了 你个王八蛋 你这辈子 就干过这么一件让老娘开心的事 你不会死的 我保证天天让你开心 你不会死的 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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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辈子 是我欠你的 这辈子 是 是 是你见老娘的 我们 我们 撤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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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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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結束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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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被忘了 你家的女人呢 我姜文山配不上 你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啊 我要 我要离开白桥 走吧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我姜文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我把那个薪水的抓来了 这是我从林法医那里弄到的一份重要情报 你马上发报给组织 再次就来不及了 林法医是谁 你不用赞瞒我了 我在鬼的司令部 看见他搞过情报 你说的这个人 我不认识 我知道他是我们潜优的同志 楚强现在抓了他 不过暂时他还没有危险 是你出卖了他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你把我也抓起来好 我是绝对不会替你传递任何假情报的 小崔同志你要听我说 别叫我同志 我不是你的同志 小鬼子才是 哦对了 楚强也是 我没有叛变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彭秀女未完成的任务 你跟我提彭秀女 你知不知道林法医是什么 他是彭秀女的丈夫 你害死了彭秀女 现在要害死的丈夫 江文山 你就是个畜生 走狗 汉奸 林法医是彭秀女的丈夫 江文山 你的主子马上就要妙了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没有害他 我没有害林法医 是楚强让饭店的伙计指认他 伙计已经被我送走了 林法医现在很安全 楚强找不到证据 过去就会释放他的 你不用跟我带着多费口舌 你自己做了什么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知道个屁 请你最后一次相信我 这份情报 是鬼子毒气弹的运输信息 请你马上发报给总组 上次就是一种假情报 我们整个小分队差点群军覆没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让你相信我 无论怎么样做 我都不会相信 就算您把我弄死 我也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 如果 这份情报没有送出去 鬼子的阴谋得逞了 就是全民族的罪 谁是历史的罪人 谁是历史的罪人 就让历史来做个评断 送他走 江文山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任 就是汉奸 你闭嘴 我不知道你跟我姜哥你们之间是什么情况 但我只知道我姜哥为了跟你们办事 闯日军司令部 闯警察局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结果换了你个叽叽歪歪 左一个不信任 右一个不相信 那你信不信我 现在我废了你 你谁了 姜哥 送他出去 从后面走 我送你走 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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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好 好 离根 你说 我那么爱她 我愿意为她抛弃一切 甚至付出我的生命 那她为什么不爱我呢 你说什么 我们选择不同的路 她认为那些坏事都是我做的 我做什么了呢 我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爱上了一个白痴 你不用劝我了 这次我走了 我就再也不再回来了 她一定会后悔 因为她这辈子 再也找不到我这么爱她的女人 你放心 不管我走到哪 我心里永远都只有她一个人 我心里还可以 好 优优独播剧場 出箱 这么晚 干什么去 我去当站联 你找死 江文山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十万火鸡 我必须把他发出去 江文山的情报为什么要你发 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一家了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了 你不要忘了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你不能去 现在军党 可能正在研究出自己的问题呢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是日本鬼子B计划的详细内容 特殊武器的运输信息 这关系着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死 你就忍心看到 日本鬼子在灭亡之前 伤害自己的同胞吗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 发出的最重要的情报 如果你还是个中国人 就不要阻止我 那我和毒亚陪你去 不行 你们要是去了 肯定就打起来了 中国人何必自相残杀 可爹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啊 我只是没有完成 上面交代给我的任务 杀了江文山 但是这份情报很重要 也算是将功不过了 让他拘杀江文山 他不动手 还跑到那儿跟别人争锋吃醋 你呢 非但不准 你还跟着一会儿下活动 五十战长 你那天魔人命令 你懂吗 可爹吧 为了一个男人 欺大魔而不悟 这样的人没什么可怜的 我没力量 你马上把他叫到我面前来 我让他给我一个解释 他比较过来 他才能有力量 我让他有力量 她讲一下 我让他来 我让他来 你儿子 我让你来 是来自省的吧 先让我发个情报 白城的物资全部运到汉口水路并进 特殊武器夹在车队里面 有汉路直达汉口 有汉路直达汉口水路并进 从哪儿得了这个情报 江文山 江文山 他疯了 他会白白给你这个情报 不是他疯了 是你他下 廖小千 这情报太重要了 你立功了 所以 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杀了江文山 继续为党国工作 我在老板面前 让他给你网开一面 不可能 什么 不可能 好 给总部发报 就说我已抓到新南将 如何处理 为什么不向上风汇报他的立功表现 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 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 快跑 快走 快走 这边 就是 给我打 上 背不开 先进去看 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上来 你让他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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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靜止住 小心 靜止 靜止 别麻烦了 没有 是我连累了你 该说对付自己的人 是我 江文山 你不要恨他 只是夸子杀彭秀女的人 是我 是你 一直都不想你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 跟着小子 双宿双飞 我一早就知道夸子投靠了廖宇清 就用这个做把柄 逼夸子 杀了冯兴 我死了你 他都快死了 江文山 在廖伏后门锦上你和红队长的 也不是他下的命令 为了防止廖宇清对你下手 他整整 跟了廖宇清一夜 我想杀你 一直都想 我盘前马后的跟了他这么多年 他凭什么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你 如果不是我现在快要死了 这些真相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 我盼着你们反目 盼着你离开他 丑小子 好好珍惜他吧 为了你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鬼子的卡车 救了你们共产党 一个小分队 别说了 别说了 你马上回去 把电文毁掉 虽然电文用的是代号 但一看电容就知道是你 如果被鬼子破译出来 你就危险了 我在这陪陪你 去 还有抽屉里的文件 还有抽屉里的文件 也把它毁掉 那是证据 陪着他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我说等抗战胜利后 我请大家吃一顿满汉决息 当时有老王 夸子 还有你和我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抗战就要胜利了 可是人 都没 我 我 我 这些都是新接收的电文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回去 送到县兵队的 是是是 这个人可能把非常重要的情报给通下去 我现在回宪兵队送这个电台 会让他们拍车 把尸体拉走 对了 楼上还有两具尸体 是 你走 我已经是一个人 咚口的任务虽然重要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的体友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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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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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張é報告 小牙物を飲み込んだ 毒海洋連れて戻ってきました 介護疾� небольшor はい 缘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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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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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二、一 全ての翻訳出ました 少佐を渡しに行きます 本は一番多くの入り口に火魔になる もは追加された やり気持ちで尡 promoをします スイーツに書くого写真です 去你 快走 有五月 你又沒出沒ты 我我 武士先生給你了 就去 有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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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 我一定会把窗戈指辱 我一定要被窗戈 你一定会被窗戈 哎 這麼長時間都沒有什麼反應 不是出事了嗎 不會吧 是否聯絡取得了嗎 向方的網絡を待っています 確認的的話我らと交流し続けます 怎麼能夠安保得了嗎 恩を試す事です 哎 哎有信号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对啊 联系密码错误 官民电台 快 哪里 都笑回了 谢谢 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是为了我自己 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究竟存在哪儿啊 找到哪儿了吗 人本可以简单地活着 而我们却选择了复杂 也许我都离开 这彼此都是一种解脱 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简单 快乐的活 好 好 好 你站起来 相濡一沫 不如相望与江湖 相望与江湖 回来了 睡吧 睡觉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情报发了吗 好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我不走了 你给阿菊相互照应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如果江湖山这个臭小子 能跟你一起走 那就更好了 不要再提江湖山了 好 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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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门鬼子败局已定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后路 不考虑了 守城这件事已经把我伤透了 当时战区司令部让我守三天 我守了三十天 可是援军还是不到 最后弄成这么个结果 至今我还被个汉奸的骂名 江伯伯都能血战到底 为什么你不能 还把江伯伯逼死 你知不知道 你们这段仇恨毁了我一辈子 孩子 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我以为就会幸福 就会开心了 没想到你恨我这么多年 爹对不起你 我曾经特别恨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活得没有尊严 你也让我活得没有尊严 我嫁入军土 出生入死 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信仰 是因为我要找回 你让我丢掉的尊严 我希望你也一样 怎么着啊 跟江伯伯那小的混 你没有理由瞧不起江伯伯 这是化解仇恨 唯一的办法 再好好想想 大哥 顺小要走了 咱们这两家亲家 到底还是没结成 这两个小崽子都不听我的 他们叫不起我 可是没有我 他们能走到今天吗 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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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谋长 参谋长 我们弟兄都已经打光了 鬼子已经攻上来了 难以难打 不能让小鬼的 踏见白城万步 有人带上枪 给我上 你爸 我爸 参谋长 他明天要死来了 李军长 白城是守不住了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团上 请你救救白城 救救白城的百姓吧 李军长 大哥 大哥 上级命令我们自守卖城 我们现在赶紧两个生活过半 拿什么手啊 不是说好三天吧 这都三十天了 为什么援军还不到 为什么小鬼子以来 我们的部队都看不见了 该跑的都跑了 谁还管我们死 咋成了 你咱们这是队伍 有点肿吗 我天天死去的兄弟们 给你滚下了 大哥 给我起来 起来 大哥 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是军人 军人流血不流泪 就要战死这沙场 知道吗 大哥 我们可以战死 可是那些老百姓呢 他们不是军人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大哥 投降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大哥 刘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们留下活命 日后壮大了 我们再进行反击吗 投靠日本人 门都没有 我江新城什么都可以干 就是不能大罕奸 大哥 不要再说了 传我的命令 血战到底 谁再敢提头上两个字 我就杀了他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这些队伍留着转我大哥 对不起 传我的命令 就是江自令身体不适 所有人听我指挥 是你这个汉奸传统 大哥 不要叫我大哥 我能有一个时间 大哥 勾欠莫信昌达 忠实三千 这家吞并香窝 我们也可以做到的 让我投降 门都没有 大哥 大哥 不要过来 大哥 要过来 你们可以老乡 我江新城 绝不做叛徒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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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姜文山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军统站 军统的人把我带到他们那里 他们说我和廖局长是汉奸 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离开白城 让我们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们一定想利用我来威胁廖局长 帮他们接管白城 那你背的那个人是谁 姜文山手下的人 谁可以给你证明 姜文山是他们救了我 你们两个沆瀣一气 让他给你证明 廖小姐 你不觉得可笑吗 沆磊一气的恐怕另有奇人 要是邵佐您不相信的话 就把姜文山抓到你们的宪兵队 我相信那一百零八套刑具 足以让姜文山什么都找到 邵佐 昨天我一直跟着他们 确实是廖小姐先被抓了以后 姜文山带着人来的 不打扰了 不过廖小姐说错了一句话 我们是不会离开白城的 白城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 大佐 二度半で 放送局を二つ手に入れました 特務の極電を消滅した これは 調査局の これは 共産党の 残念ながら 人が変兵体に 分裂込んで 澱粉と暗証番号も 焼かれました 少佐 よくやりましたよ 大佐 大変です 首先 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 日本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 被国民党特战队劫走了 日本侵略者的一号作战计划 彻底破产了 秋月少佐 今天 又有一批重要的物资 被国民党劫走了 什么物资 你别问了 昨天 我搅和了一部 处于工作状态的 共党電台 通过测评 我发现 他的信号 频率 和过去的一段记录 完全吻合 还请少佐 明示 你还记得 春季早当那段时间 宪兵队 真讯事 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 记得 就在宪兵队出现了那一带 当天晚上 廖宇清 对那一带 进行了大搜查 却唯独漏掉了部状 少佐 我想起一件事 如果电台真的在部状的话 那么这个人 就肯定值得怀疑了 你是说 江文山和彭秀女 是林凡义 林凡义受姓梅子夫人的委托 到部状 请彭秀女拿绸缎到小田大座府上 因为她坐的是小田大座的车 开车的又是黄军 我当时没有多想 彭秀女一共带了三个箱子 她会不会 趁这个机会 把电台给转移了 你是说是林凡义 帮彭秀女转移了电台 你应该查一下 姓梅子夫人 到底有没有请过彭秀女 以及姓梅子夫人 看到的是几个箱子 你说的对啊 可是姓梅子 是小田大座的夫人 我不好盘问 夫人不是回国了吗 少佐可以瞒着小田大座 给姓梅子夫人打个电话 好吧 我想办法弄到夫人的电话号码 晚上打给她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不许告诉任何人 另外 你马上把林凡义 送到县兵队来 是 少佐 局长 楚强这小子 又在和邱爷密谋了 你帮什么 给姜文山知道 还惦记那个臭小子 林凡义是什么人 上大学的时候 他可是个风云人物 现在 不就是个翻译官吗 你给我说实话 他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 那次我去布庄搜电台 因为 因为有你在 我避开了布庄 我记得呀 第二天 他去布庄找彭秀女 说是给姓梅子夫人拿绸缎 当时你也在吧 对 我当时想跟着他去 可是林凡义没让 林凡义是共产党 他帮捧说你把电台转移了 今天晚上 就也会给姓梅子 打电话求证这件事 我们妇女 也会被牵扯不清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别和他们搅合在一起 你就是不听 原来林凡义 真的是共产党 不是你没想到 就连我也没想到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鱼 哥 亮好姐来了 不见 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 你怎么还没走 后天的船票 林凡义是你的同志吗 不是 有一次在布庄 林凡义借口姓梅子 要看绸缎 帮彭秀女 把电台转移了出去 今天晚上秋夜 会给姓梅子打电话 一旦打通了 林凡义的身份 就彻底暴露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老廖告诉我的 林凡义是我的学长 我愿意帮助他 也算是帮助你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你怎么帮我 宪兵队只有秋夜的办公室 能够打岳阳电话 你去看一下 秋夜办公室的电话线 连在哪根电信干扰 这个有什么用 你别管了 我最有办法 今天晚上在宪兵队门口见 带上钳子 注意摆脱跟踪你的人 那天你去布装干什么 我就是替姓梅子夫人抛抛腿 秋夜少佐 我可不敢骗你 彭秀女带了几只箱子 去小田大作家 三只 彭秀女 给夫人看的是几只 就是那三只 之后 你又开车 把彭秀女送了回去 是夫人让我开车 把她送回去的 你们从小田大作家 出来是什么时间 这个我可记不清了 希望你没有撒谎 少佐 我说的都是实话 清楚的说我杀了老华 他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证据 给小子他冤枉我 你放心 我把你邀过来 就是想查过损络之处 如果你是冤枉的 我会为你准致功的 怎么样 没想到还会见到我吧 谁带你出的城啊 是黑皮 他说将冤不准我回来 要是我回来 他们见我一次 就杀我一次 果然是这小王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找到你 会怎么样 朱科长 小子也没办法 你也知道 姜爷在白城说一不二 小子惹不起啊 你惹不起他 你就惹得起我是吗 朱科长 小子不是那意思 你就放了小子吧 你可以不撒这个 但是你在受险那一大家子人 谁 朱科长 求求你 你放了我的老婆孩子 我都听你的 我一切都听你的 朱科长 好吧 这几天你就给我住在警局里面 我会派人保护你 他江文山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在我警局里吧 你怎么样 应该就是这个 你顺着个电线杆爬上去 千万别封电线 全是带电的 小心点 小心点 快点 小心点 小心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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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告白 一會兒見到秋葉少佐 千萬別替江文山聽見沒有 是 我一個對也不替 很你說是 不替江文山聽見沒有 好 出枪把那个伙计找回来了 哪个伙计 小石家饭店的伙计 出枪石家让他指针林凡义 说他是杀死老花的枪手 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 为什么说是林凡义呢 我问过伙计了 他看见林凡义从楼上下来 当时除了林凡义没有别的人 那也不能说明林凡义就是那个枪手 所以储强要威胁那个伙计 要来陷害林凡义 我能帮你什么 我说过只是你最后一次帮我 这次不麻烦你了 对你 永远没有最后 我刚刚跟新妹子夫人通过电话 夫人证实林凡义没有说谎 就算她没说谎 杀老花这件事情 她抵赖不了 是你看见林凡义从那个雅签出来的 是 小人亲眼所见 然后 你就借了雅签 是 在雅签看到这副衣服 觉得还能穿 就留了下来 打算带回老家 给我女人穿 你说的都是实话 太军 小子不敢骗您的 全是实话太军 好了 把带走 小佐 老花是共产党的叛徒 林凡义杀老花 只能说明林凡义也是共产党 这条潜伏在黄军内部的大鱼 我终于给抓出来了 干得好 那 我们还要审他吗 当然要审 我要通过这条大鱼 把那些虾兵蟹将 一往大惊 老亮 回来了 事情都办妥了 电话接通了 但是现在发现了新的问题 楚强带着小石桥的伙计 进了咸兵队 江文山说 他们是想陷害林凡义 你和阿菊后天走 等了香港 再订去美国的转票 我答应江文山 再帮他一次 那小子一堆的屁事 你是帮不完他 林凡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我帮他 也就是帮你啊 你再把我找退路 孩子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 可是人家骂我汉奸这么多年 不能因为我救过共产党 就放过我的 他们会说我接风使舵 投机钻赢的 你不了解共产党 你了解 我不了解 但我了解江文山 不如不好受吧 这才经济是个开始 还有一百总刑具 等着你慢慢享受 那件衣服不是我的 他们陷队 他们陷害我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好 一道大雪天 我睡不着 刘三军拉着他 给我扇一遍 你看三叔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你就记着那些美好的 剩下的都忘了吧 哪像我呀 除了那盏兔子灯 什么都会留下 小姐 你忘了吧 老爷 老爺 阿菊 您先出去一下 是老爷 找到了吗 小石焦饭店的伙计 不但是认了林凡尹 还拿出一大宝女人的衣服 作为证物 那个伙计并不在楼上 他是在楼下看到林凡尹下楼的 而且那件衣服 林凡尹也不可能拉在楼上 我也是特工 这种低级的错误 他是不会犯的 那就是储强 用来陷害林凡尹的物证 这个物证很简单 在普通的孤一铺就能买得到 听说你把林凡尹送到新兵队来 他认了吗 现在还不到让他替你顶罪的时候 我只是把他杀害老华的证据交给了秋野少组 不过即使是这样 他这次也翻不了身 弄到什么证据了 这你就别操心了 你现在要集中注意力 把我们的正事办好 既然不用他顶罪 干嘛非得陷害他 你跟他不是因为了顺小弄的不太开心吗 我也是为你出气啊 你关心他干嘛 我 我关心他 我爸爸的这个二鬼子赶紧死吧 所以啊 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合作 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弄进去 整个白城 就是你跟我的天下 县兵队最近发生了一起案子 一个警察 男扮女装 撬开了秋野少组的保险柜 秋野少组非常生气 我帮较局长暗中查一查 你要是敢隐瞒 等我查出来 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较小姐 特务科的人算吗 当然算了 秋野少组 这个就是孤一铺的赵老板 你跟少组说说吧 前天晚上 特务科的猴队长 来小人的铺子里 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 我当时还问他 怎么买一件旧衣服 还是女人穿的 他让我不要多问 还警告我 不要乱说 是这件吗 就是这件 你看清楚了 这没错 这件衣服在小人的铺子里卖了半年多 一直都没人买 秋野少组 人证物证都在了 明明就是楚强在陷害的一番意 到底又出什么事了 不问 不问不问 江哥 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 咱们可以一起商量呀 就是吗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 楚强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不知道从哪下手 林凡也没事了 你帮我办好的 以后遇到什么事 就要抗议自己了 多一点思考 少一点冲动 明天就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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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鲜了 要吃鲜了 有水分呢 谢谢 谢谢 统统撕死了 你 林凡一关 是小天大佐的人 他现在满心事上 你们让我怎么向小天大佐 就带 啊 少佐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讲错就错 如果你把林凡一放了的话 小天大佐那边一定交代不过去 所以 林凡一关必须是共产党 你怎么来了 我是 转转来谢谢你 要走了 走了好 走了安全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保重 保重 我帮你救了林凡一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可以 你说吧 老六年纪大了 你能不能 不跟楚强一起对付他 你把我就是为了这个吧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你说你爱过我吗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你在我心里 已经死了 嗯 哦 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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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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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一樣 小婶 女婶 抓她 小婶 那希望妳好 自己是她ポa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饭啦 既然舍不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即便是活着我也会生不如死 哎 哎 等着 让我来吧 现在无事已身轻了 放松放松 放松 明天两船就要一上船 但 我在这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你也要走吗 爱过了 错过了就该走了 但是 但是你为他做的这一切 你觉得他能明白你吗 我不需要他明白 我自己知道我做什么就好了 我已经用我的方式把我 全部的爱都给他了 够了 陪我喝一杯 江文山已经答应我了 他不会帮助楚强 我来对付你 有毒甲和黄金虎呢 他对付我我也不怕 你放心吧 那你也得小心楚强 他现在就是条疯狗 咬完了林翻译 他还会再来咬你的 那我就让他变成死狗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到上海之后 按这地址去找这个人 他会给你去香港的船票的 他会给你去香港的船票 好久不见 我会给你去香港的船票 太多了 借了